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带眼镜身材销售的男子 是时代力量党团助理吴炳如 那是陈维婷 他也大声喊冤 从头到尾我都站得很稳 根本连推击都没有 也没有碰到任何警察 更没有发生过任何警方指控的事 当事人还原现场状况 甚至还在脸书po文 说女警当下还小声说 其实是另一位 至于被指控是习凶狼的陈维婷 人其实在这里 打算冲进总统府被警方拦下来 现在这场习凶怡云 被指控的当事人纷纷澄清 究竟真相为何越变越明